我们学会的宗旨是促进泌尿医学发展 联系我们会员的感情 同时互相能够有交流的机会 不管是经验还是技术还是知识方面 那我们希望能够提升全民泌尿科的医疗照顾的水准 造福人群 当然我们活动很多 大致上分成两大类 第一大类是为了医护专业人员做的活动 第二大类呢就是民众 我们的活动都相当大型 比如说最近我们办的活动 社户记 我很高兴有几次的机会参加过丰城举办这样子的活动 那我个人觉得他们办得很成功 那这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因素 第一个就是说他挑的真的是民众非常感兴趣的事情 包括他们排尿的障碍 血尿或有一些癌症的东西 那这个很不容易能够有这么一个大型的场合 然后有这么多的专业医师来给他们一个非常专业的办案 我觉得一个医学会它成立的目的 当然是要做医学上面的一个知识的交流 更重要就是能够找到一个方法 跟民众有更合理的更密切的一些沟通 过去我们泌尿科跟病人的关系 差不多只有建立在门诊的时间 在很多私下常常都知道病人觉得这样的时间是不够的 他们想问的问题太多 我觉得封城是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 办了很多一个机会让医生跟民众之间的知识的交流 可以变得更顺畅 民众可以得到更多 封城办的卫教感觉上就是非常的公允 绝对是根据就像是警察办案一样 有什么证据讲什么话 给民众一个正确的引导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好的 封城提供给我们很正确的 然后又是很专业的这些医药户人员 帮助我们给我们正确的薪资 那我觉得工程泌尿协会出来的讲师 真的都是经过正统的医学教育 那也是提供主流医学 然后经过实证 经过统计 研究出来的这些药物 正确的给予治疗 那我觉得这个对病友 对这些家属来讲 真的是有很大的放心这样子 我以前有悬尿的状况 所以就回台大就讲 因为受到封城很多照顾 然后所以有空就能够回来帮忙 我觉得封城所做的是医疗服务的延伸 我们对于疾病本身的不了解 会造成我们自己本身的恐慌 在门诊的时间非常的短 我们还没有办法很快的时间跟医生做良好的沟通 所以在封城推广教育的情况下 病人能够了解到自己的疾病的情况 可以让他安下心来 然后好好的往前走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 我们在2017年初与台大医院多名的顶尖 社护线癌专家 成立了台湾封城县病队 是一个全球华人多功能的社护线癌病友会 那我们就是会举办一些大型的专业 卫教活动 那提供一些最新的知识 就是我们希望病友一同加入 然后关怀疑伺 提升自己治疗的意愿及信心 那希望就是固然的病友 然后能够加入志工 那就是提供治疗上的进入历程 那能够安定其他病友的心情 也希望其他专业领域的医事人员 能够加入台湾封城县病队 凝聚各方面的力量 然后提升病友之间的服务及关怀 我们希望有影响力 今天我们散发出去的讯息 知识 经验 能够接受到的人 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够受到影响 我们知道病友最需要的是什么东西 在我们封城的网页上 我们有一个民众卫教的专区 设很多主题 比如说社护线癌 如何诊断 如何治疗 我们是台湾尿尿科 所以我们必须要负起教育 以及传导正确观念的一个角色 灭尿方面的领域的知识的话 日新月异 那所以通过这样的机会的话 这些医护人员能够得到最新的医疗的资讯 能够有最好的一个学习的机会 我认为是非常好的一个活动 封城来办我觉得很重要一个事情就是 因为它是集合国内的一些精英 然后用一个比较open mind的一个方式 可以让大家不但在意见上沟通交流 更重要的东西就是 大家会慢慢去摸索 用病人可以听得懂的语言 去跟病人沟通 我觉得封城踏出这一步 应该是很大的一步 而这一步应该是 我们应该要走的路 当然我们还是希望 封城能够继续繁荣下去 我们希望做更多的事情 我们希望能够更卓越 藉由过去的荣誉 大家都有责任 让这个封城 让台道泌尿部 能够不断地成长 能够有更高的影响力